每一个执政者 就是很一国都买些的货 今年一月武统学者针对台湾议题高谈扩论 间接点出中共的武统剧本 就是端出经济牌 必有候选人书成 采购新台币十亿元 一月刚讲完 三月韩国一就大动作 前往港澳深夏 宣称四天签下四十四亿元的订单 但没解释清楚的是 这些只是MOU等于非正式合约 随时可以反汇 苗栗县长徐耀昌更沉在议会殿堂 大方坦诚 同意在苗栗的农产品滞销时 愿意紧急采购的原因 产品品质好 价格好 还是一种统战首晚 我想我要凭两性话讲 都有以上皆有 就是比权教他就是成为 这个台南学甲吃墨浴的 这个中间商网 那就是说 做过的方式由他来代为终结 那当然就也增加了李全教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 2014年时任台南市议会议长李全教 当作失目于的媒介赚取政治利益 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采购从过去开始到现在早就有 而且台南应该从台南的失目于开始 现在用这种所谓采购买票 我相信我们农民都是 也是要看因为我们政府我们的行销 也有票到措输 农民在意有没有赚钱 也在乎台湾会不会落入圈套 中国政治性采购早已行之有年 间接培养代理人手越伸越长影响台湾选举 过去中共还曾推出 助蓝营八线市采线团 绿营执政线市只能路过不能消费 中方频频伸手助蓝营一臂之力 现在国安局将中企来台消费 列入搜报重点拼经济合情合理 但若被有心人扯上统战含义 恐怕成为中共代理传生机 现在喜欢台南台北中不得